台湾的河流众多 由于山高水流快 能流下的水资源并不是很充足 经济经过了高速的发展后 也带来了水污染的问题 他们痛定思痛 吓足了狠心 开始整治河道 目前看到的多数河流 都如淡水河一样 被绿色所覆盖 有大陆的小伙伴说 这算什么呢 看看我们的长江黄河 两边都是繁忙的景象 轮船一缩缩的运载着人间烟火 运载着家庭的希望 而这种河流两侧 不让给企业 房地产 运输行业 转而变成绿地的做法 根本就是不懂开发 当然每个地方 对环保的理解不同 且不说淡水河和长江 不在一个量级 通航要求也是千差万别 大陆只看对河流的理解 以及对大自然的认识 就明显感觉不如台湾深刻 可能发展阶段不同吧 台湾的河流整治和认识 是经过教训过后的弥补 是城市发展中宝贵的财富 也是民间监督的一大进步 就拿淡水河及其滞流来说 这些河流经过了几十年的整治 多数河段水质已改善 但部分河段却遭受了人为的污染 而水质变得越来越恶化 台湾环保署调查显示 大汉西福州桥 到江子翠河段 受沙石工业的影响 悬浮固体高达24600ppm 是严重污染断 标准100ppm的246倍 河水脏的连耐污染的鱼都难得一见 环保署表示 大汉西在新北市树林桃源河段 沿河岸有许多沙石场 部分业者直接将泥浆排入了汉西中 退潮时常见淤泥布满河床 经加强取缔 水质虽然已改善 但是悬浮固体还有5300ppm 污染还是相当严重的 这个严重污染河段 不只是悬浮固体不符合标准 连氨氮也超过了标准 氨氮过高 是因为这些区域污水下水接管率低 家庭污水直接排入了大汉西 环保署也常常接受民众监局 在新店西华中桥到江子翠之间的 河滨公园骑单车或者运动 常常闻到河水发臭的味道 据统计 台湾淡水河流域严重的污染比率 已从1997年的12.8% 降到了2006年的8.5% 再到现在已经接近2%以下了 基本上算是合格的 小猪查阅了几乎所有的台湾河流 整治计划和历史的严格 总结出了一个台湾对待河流治理的态度 那就是零容忍 河流污染的确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 是雪的教训 在水资源中 重要性名列前茅的就是河川 台湾从北到南 共有25条大大小小的主要河川 包括淡水河 着水溪 高平溪等家喻户晓的河流 不过这些河川 有些并未受到妥善保护 这些珍贵的水资源多年来 暴露在沿岸的工业 民生等污染源之下 正失去他们原有的美貌 特别是沿岸的民众 深刻感受到了河流污染带来的痛 所以台湾相关部门才发力长期治理 到目前来看算是很成功的 而咱们再回到中国大陆 为什么很多人不羡慕 台湾这种河流治理 以及河流两侧的布局呢 可能河流治理很多人不了解 也不愿意查资料 看看台湾是怎么做的 但河流两侧的绿化 以及运动场多如牛毛 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 台湾的这种模式 两岸建设运动场 步道公园 基本上跟日本是比较相近的 是经过实践证明 较为先进的 如果咱们大陆的小伙伴理解不了 其实掰着手指头 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假如河流两侧 跟咱们现在一样 安排的是住房 紧靠着河边 安排的是企业 沿河而建 安排的是运输行业 一切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这些交织在一起 难道不相矛盾吗 房屋贴着河流建设 多半是为了房价而考虑的 排水以及生活垃圾 都对河流会造成影响 再说了 上下游夹杂着这么多企业 相关部门很难防止河流不被污染 但很多人目前愿意接受这种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先发展后智力的模式 我想请问 这不就是走台湾的老路子吗 到头来依然还要再模仿台湾 智力所付出的代价 实在是让人吃不消啊 接下来您看看 台湾对待河流水污染的智力 有多狠辣就知道了 比如桃园 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 就有过这样的措施 智力水污染下血本 监举人奖金高达千万 桃园市环保局 鼓励民众监局乱排废水 现职工窝里反 提出监局最高颇领一千万元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桃园市环保局为保护桃园溪流 鼓励民众监局将颁发重金 只要民众监局违规 确实属实 就可以领到两成的监局奖金 限职员工提出监局 可领取一半的监局奖金 最高可达一千万 此举为了鼓励黑心的厂商的良心员工 出面当成告密者 齐伯林德看见台湾 拍出了阴阳海 桃园鲜艳的彩虹溪 也是有所闻 桃园市政府为了杜绝河川污染 除从源头管理 也希望纳入民间力量 制定桃园市监局违反水污染防治办法 以及奖励办法 鼓励民众以及公司的员工 勇于监局水污染违法的事实 水保科相关人员表示 以往环保署监局奖金额度较低 顶多是一两万 环保局根据前几年初新修订的水污染法 定制出了细节 民众只要实名监局 并附有相关证据经查证 才罚十万元以上属实 环保局就会在收到罚款后颁发奖励金 只要涉饭情节重大 如超过标准值五倍以上的 注入地下水体或排放于土壤等 民众可领到罚款的两成 一般违规也可以领到一成 若监局者是自家员工 奖金更是提高到了五成 以现行的水污染条例 最高可财罚2000万元的罚款 一般民众最高可领到400万元 自家员工可领到1000万元 希望鼓励厂内勇夫 监局不良的老板们 我就问你们狠不狠 其实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的 利用民间的力量 甚至鼓动自家员工举报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而奖金基本上在核实后都会下发的 而中国大陆呢 保护举报人 奖励举报人的相关制度 说实话还不完善 主要是靠环保部门的查处 这样就比较难了 因为人们举报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谁也不会为了公益或者好心 冒着被报复的危险 告知环保部门 而且有时候地方为了经济的发展 环保部门真的会重视你的线索吗 那都是值得商榷的 所以这就是本质的区别 细心的网友可以随着地图 在中国大陆所有的河流两侧看一看 除了城市建设的盛况 就是工业运输业 以及房地产相当的普遍 当然环保部门其实已经意识到 这样不对了 加大了查处的力度 但很遗憾 面对中国广阔的土地 成千上万条的河流 力量显然是不足的 为何不学习下台湾民间监局 举报奖励制度呢 这要看有关部门想不想把钱发出来了 有人说谁说不奖励了 也接受举报啊 但请问真正你知道的是哪里举报了 又有多少人真正领到过这笔钱呢 法污染企业的钱 难道会拿出来一部分分给举报者吗 这显然是我们不常见到的 所以小周认为 河流两岸的风貌 基本能初步判断一个地方 对待河流环保和绿化的重视程度 只靠老百姓无义务的监局或者提供线索 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还是要拿出奖金来 您觉得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期待您的观点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